大家好,我是小公 今天到仓库了 给小狗们带的剩饭 带的挺多的 因为昨天和我妈妈到饭店吃了饭 把自己的桌子和别人的桌子上的剩菜 都给他裸回来了 主要就是为了这两个小狗 现在仓库没有水了 我来去打点水吧 你看这两个小狗又批点批点的 看着好开心的样子 你看他们两个好活泼呀 等有事件了 我来叫他们口音 看看他两个智商搞不搞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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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今天的剩饭比较丰富啊 因为在饭店里面吃的 我这个座人还有旁边好几座人的菜都给大家裸来了 啊 有好多都是别人没吃的 剩下的 小鸡子啊 什么的都有 最主要还有打骨头 基本上人家都没啃什么 里面还有骨髓呢 这下小狗有口服了 看看这鸡肉都没有尺 都是肉 嗯 上面油比较多 我一会拿水给他冲一下 你看他两个鸡类都爬到我这个电梯上面了 哈哈 哎呦 难得吸收 让他们给我舔一舔吧 嗯 现在我来给他上面倒一点水吧 把这个烟味和这个油啊 啊 花椒啊 这些做料都给他冲走 给他味道冲淡一点 给他们吃 你看他两个就是不挑食啊 剪什么吃什么也不温 也不温 也不温 也不挑啊 嘴逮到什么就吃什么 哈哈 看来我都想吃了 嗯 他们两个你要分开胃呢 他们吃的并不是这么想的 啊 主要是他们两个饭在一个喷里边 哎 如果他们感觉如果吃慢了的话 他的饭会被对方抢去 所以他连吃的都很快 哈哈 嗯 我来把上面的辣椒啊 花椒什么的都给他找出来吧 啊 小狗不能吃这些 嗯 嗯 嗯 我来把这种饭 我来把还有緊湿水 这骨头里面都好多骨髓啊 我来给它磕出来给小骨吃 这个是非常有阴仰的呀 别人吃饭的时候没吃骨髓 我感觉好可惜啊 不过这样也好 我家狗狗能吃得上 哇塞 你们看看这是凤卷 苍蝇漫来吃饭的速度 我这个狗喷都不用耍了 你看这吃的舔的多干净啊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见 拜拜